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这里每天为大家提供最新最热的娱乐八卦新闻 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歌手是透明,演员却意外走红的七大明星 个个都红得发紫 娱乐圈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很多明星当歌手的时候是小透明的状态 但是却凭借演戏意外走红 并且经过时间的流逝一个比一个红的八字 不知道你的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人会是谁呢 首先要说的就是肖战了吧 当年也是参加选秀节目出道的 可是作为男团里的一分子 他并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在演戏行业 他却做出了一番成绩 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肖战是正能量的偶像 又是言传身教 的确给粉丝们起了带头示范的作用 而作为粉丝 大家一方面自身比较成熟 另一方面也愿意看起肖战 这也是粉丝公益活动如此火爆的原因 肖战在2015年就已经进入了娱乐圈 前四年意志都辗转的各大剧组 饰演一些可有可无的角色 所以意志都是不温不火 直到2019年一部成情令 一个未无限 让更多人对他产生关注 如果没有他的坚持 或许在2019年之前 就已经放弃了在娱乐圈的发展 肖战刚刚走红就遇到了娱乐圈 有史以来最歹毒的陷阱 一起突如其来的227事件 让肖战陷入了漫长的被抵制阶段 在将近一年时间里 影视 综艺以及商务代言等资源完全消失 可是从12月份开始 他的一切都在好转 如果没有他的坚持 或许早就被那些黑粉打垮了 和他情况一样的还有王一博 他也是因为成情令这部剧 爆红全网 王一博作为多年来 内地娱乐圈当中的顶流男艺人 他的魅力自然不必作者多言 相信志同道合的人 才能彼此欣赏同样一道风景 三观七合的粉丝 才会选择同一个欣赏点 王一博你就如同天空中的太阳 永远在黑暗中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最近这位正能量优质男艺人 也是好事连连 想必他的心情也是相当的愉悦 其实他并非是科班出生的演员 而是以男团的形式出道的 但是唱歌的时候并不是很火 作为演员 却能够在娱乐圈发展这么好 也是很令人意外了 而他和赵丽颖合作的尤肥 也让人很期待 罗云熙也是如此 而罗云熙最出名的应该是 何以生肖末中饰演何以生小时候 那时候觉得他非常干净 模样也好看 只不过后来好像也没有大火 现如今 香蜜城沉浸如霜的大火 让罗云熙重新被大家所关注 而有网友也扒出了他背后一件 让人非常不可置信的事情 罗云熙居然已经30岁了 他是1988年在四川出生的 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看着少年感十足的他 在娱乐圈发展了很多年 并且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和富龙飞组成了一个男团 他的歌声还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 可惜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小透明一般的存在 也是因为和杨子和做了相亲以后 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了他 赖冠林和肖战是同样的经历 他是在韩国参加选秀节目出道的 作为歌手他在内地并没有什么名气 也是和赵金脉合作了初恋那件小事后 他所饰演的梁又年学长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发展越来越好 知道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还有任嘉伦出生于山东青岛 早年是山东省乒乓球队 16岁那年英商退出训练 在20岁的时候参加了选秀节目 随后又去了韩国 进修学习了舞蹈 在2014年的时候 25岁的他出演第一部古装剧 通天敌人节 接下来的另一部古装大剧 大唐荣耀任嘉伦 饰演的广平舞王李叔 让他获得了奖项之外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他与景田作为剧中的CP 也着实让好多人喜欢 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古装剧为主 比如说大唐荣耀 白蛇传说 锦衣之下等等 很多人都赞赏他的演技 却不知道曾经的他 也去韩国当国练习生 并且以男团歌手的身份出道 可惜并没有什么人气 直到出演电视剧 才有了一些知名度 无论出身 阅历 目标 只要勇敢在黑夜中前行 星星的余光会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在这前行的时间中 他会告诉我们终究会成为最优秀的自己 任嘉伦凭着闯进于不怕苦 与困难的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的靠着学来的本领 才让他今天能在演艺圈有了立足之地 在未来的日子 我相信任嘉伦还会有更加辉煌的时刻 接下来要说的 还有马天宇五岁丧母之后 他负责的酒鬼爸爸也远走他乡 他和两个姐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为了生计 尚未成年的他就负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北漂打工 参加综艺节目 红了之后 有段时间传出被包养的新闻 当时相依为命的爷爷看到传闻之后 并且加重去世了 他到现在想起来都很自责 总之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 还好现在事业慢慢步入了正轨 希望上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可以厚待这位善良的人 他之所以很坚强 只是因为只能选择坚强啊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 该死的温柔 当年他因为这首歌 红到大江南北 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的他就没有什么代表作 好在他非常机灵 选择了转型 当上演员以后 他的作品越来越多 名气也就越来越大 最后要说的一个人就是李义峰了 他从出道到现在也是有很长的时间了 他也是在前几年 凭借着《古剑奇谈》这部剧 获得了大家极高的关注 虽然从出道至今 他的演技一直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不过在去年 他也凭借着《动物世界》这部电影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这也让很多的粉丝觉得特别骄傲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他曾经是参加《加油好男儿》 这个节目而出道的 而在节目播出期间 就有很多关于他家庭背景 非常雄厚的新闻出来 不过在当时李义峰先生 全部都否认了 当时他的家人为了支持他 还通过节目而上镜 从镜头中我们也发现 其实他的家境 并没有网上传言的那么好 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 李义峰先生的母亲 是一个家庭主妇 而父亲只是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 所以说他的背景 也并不是那么的雄厚 因此他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就 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 这也让很多支持着他的人 表示非常的感动 其实一开始出道的他 也是走选秀节目路线 他当时歌手出过歌 但是没有太好的成绩 也因为演员的身份 凭借古剑奇谈理的 百里图苏这个角色一炮而红 从此发展更是顺风顺水 这些人的发展一个比一个好 大家更喜欢谁呢 这些人的发展更是顺风顺水